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,本身拥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,以及十分绚丽的文化。 自古以来,中国在琴棋书画等方面的艺术成就,积淀了数千年。 在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著名画作,甚至成为了著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 在中国的十大传世名画中,其中最广为流传的,知名度最高的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 此幅名画可谓是中国的国宝及文物,它不仅是宋朝绘画大师张泽端仅存的绝世精品,而且还反映出了宋朝真实的社会示警百态。 像这样的经典文物,即使环顾整个中国文物界,都是十分罕见的。 不过,也正因为这幅作品太过于著名,因此很多人迷上了对这幅图画的研究。 其中便包括对图画质地的研究,以及对作者张泽端本人的研究。 更有甚者,一些网友和学者们干起来更细致的事情,他们将整幅图放大了一百倍,来进行更细致入微的观察,以发现不易察觉的画作细节。 还真别说,这些人太过于无聊,因为将这幅画放大以后,其实还真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意外发现。 这些发现便有,精彩绝伦的决斗,被人们挤得要塌陷的桥,甚至还有不顾周围眼光,在树下忙里偷闲的不雅少年。 如此各种细节,可谓惊喜连连。 关于清明上河图,现在已经被定义为国宝及文物,如今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。 从目前显示的资料来看,这幅传世之作,宽度为24.8厘米,长度为528.7厘米。 整幅绘画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,十分生动的记录还原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诸城的繁荣场景。 可以不客气地说,这幅作品的艺术水平先不论,仅凭它上面记录的真实历史还原场景,就足以名垂史册。 不过严格地说,清明上河图和其他的顶级国画有很大区别。 其他的绘画讲究的是境界,品味的是里面的书画水平,但清明上河图却是老少贤疑,更接地气。 因为历史爱好者可以从中看到历史,文学爱好者可以从中品味书画,而一些围观群众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众生百态,甚至还能从其中发现有趣的现象,颇有一种玩意志游戏连连看的感觉。 那么问题来了,能营造如此百态的清明上河图,其中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? 其实从目前学者的研究来看,清明上河图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方面的内容。 一个是表面内容,另一个则是内在伏笔。 首先来看表面内容,表面内容包括以下几个场景。 首先是郊外之景,这里面有骆驼队运送物资,有迎亲的队伍吹拉弹唱。 更有一艘小山板船,与周围的农家小民,构成一幅宁静场景。 当然,在此中还有茶馆和店铺,人来人往之际,显得颇为热闹。 其次就是变河之景。 这条河流贯穿史中,河流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,看起来就结构精密。 但在桥上,人来人往之际数量多得几乎挤不下。 而且,在河上还有来来往往的小船,那些船夫们似乎在吆喝着什么话。 有叫卖,有拉客,还有在讨价还价。 此外就是码头之景。 这里人数更多,而且似乎人声鼎沸,所有人都在张口大喊,颇有感激的错愕。 最后就是街市之景。 这里更加繁荣,可以说是表面内容中的精品。 在这里面,中心是高大的城楼,两边是临次致笔的商铺以及酒楼。 此间人来人往,甚至还有各种表演。 有坐轿子的老爷,有拉牛车的奴仆,还有街边轿卖的商人,可谓十分的精彩。 当然,上面介绍的这几个场景都只不过是表面景象。 学者们普遍认为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内在景象。 那么这个内在景象是什么呢? 其实不少人认为,作者张泽端其实是想将这幅作品描绘成盛世微图。 比如那拥挤得快要坍塌的桥梁,又比如在郊区里面突然出现失控的马匹。 还有人来人往,缺乏消防安全的隐患,如此等等。 这一切都暗示着某些危机,而这也使得清明上和图的意境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。 当然,仅仅只是以上的内容,就足以吸引无数文学和历史学家纷纷为观。 不过对于诸多吃瓜群众而言,他们没有这么高的历史文化水平,那么为何也对清明上和图这么感兴趣呢? 其实,玄机就藏在画中,张泽端其实也喜欢玩一点恶趣味。 有学者和网友做出有趣的尝试,他们将清明上和图放大了一百倍。 意外发现画作里面的世界突然变得异常精彩。 比如一些眼尖的人,很快发现了一个有趣场景。 在热闹的街市一旁,在一棵树下,有一个年轻人居然在偷偷地睡大觉。 在这里,肯定很多人会吐槽,树下睡觉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 没错,树下睡觉并不奇怪,可是这个年轻人居然把裤子给脱了,然后就开始趴着睡觉。 这一幕瞬间让人觉得十分尴尬,甚至有些忍俊不禁。 为什么会让人尴尬呢? 因为在闹事中睡觉,可勉强称为洒脱放纵。 而脱了裤子在睡觉,这就叫放荡不羁了。 那么这个年轻人为何脱了裤子后趴着睡觉呢? 有人便有一个大胆的猜测,也许是该小伙睡觉的时候,怕突然产生生理反应,金箍棒会竖起来,所以就干脆趴着睡觉。 如果真是这样,就更加让人觉得搞笑了。 不得不说,绘画大师张泽端本人还是有些恶趣味在里面的。 他将自己的作品玩出了一种有趣的新花样。 当然,若仅仅只是一个树下白日做梦的少年,其实并不能足够吸引到诸多探索者的兴趣。 因为在这幅画里面,同时存在着太多其他有趣的彩蛋。 比如在街市的那部分图画里,诸多房屋之间有一个小孩子在门口的角落撒尿。 这种行为与周围的场景颇不搭配,但也充满了特别的趣味。 那我们可以想象,在自家门口撒尿,等会儿父母肯定会出来教训这混小子。 如果是别人家门口,那这混小子估计要被吊着打,也是一起人伦惨剧了。 另外,在郊区那部分场景中,居然出现了一个精彩的彩蛋。 有一群人围住了两个男人,而这两个男人居然在决斗。 但他们的决斗方式居然是相互扯对方的头发,结果引得周围有人开始劝架, 旁边的人又在起哄。 所以衣食之间,将此处的众生百态演绎得淋漓尽致,但又充满了诙谐味道。 更有甚者,把场景一回到街市,我们又会发现两个男人的行为十分怪异。 一个男人拿着刀子,另一个男人则将脸伸了过去。 乍一看似乎要发生血案或者命案了,其实仔细一看,原来是在刮胡子。 这个场景着实非常的滑稽,同时也向我们暗示了宋代商业之繁荣。 原来托尼老师所在的美发和理发行业,早在宋朝就已经全套登场了。 最后,在码头的那一幕场景中,我们更是能够看到一幕震撼的场景。 只见一群人围观着两个男人,两个男人上身赤裸,在那里似乎在手舞足蹈。 乍一看颇像跳广场舞的领舞者,看起来十分欢乐。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,现在跳广场舞的大多是大妈和大娘,而画中的两个男人都是中年人。 若真是如此,那么这两个男人可谓是领先时代的潮流先锋了。 所以,结合以上这些内容来看,清明上和图算是一幅,十分宝贵而又充满内涵的绘画巨制。 他的文学境界已经高不可攀,但他同样也描绘了众生百态。 如同白居易的诗作一般,老少贤疑。 而这或许才是绘画大师真正的最高境界。